佛陀留下八万四千个法门 都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脱离烦恼 我们要透过修道来断除烦恼去向涅槃 修行学佛首先要了解人生是苦 对苦的道理不了解就是造成生死的因 不知道什么是苦就没有办法成就道业 佛法讲苦要知苦才能够了苦 透过修道断除烦恼去向涅槃 修行学佛四十几年军经刷法 他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这条解脱 所以这条解脱就是 因为行诺别墅是我们烦恼的根源 烦恼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我们哪里来 就是由我们的贪神仙 我们说三度来 所以给我们的佛教里面 社会的时候就是跟你说有这个因 还有这个缘 还有这个歌 我们在说缘 修习佛法的人 要训练 正念心 实时做主 经常保持决心 不迷失 留根清静 看到外面的境界 不起贪着 心实时保持在定位当中 顺境 逆境 也都如此 能够维持这样的心境 这一生就能够了生死 史方新闻 贵文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